走关拳王邹世民的演技商情 备手关注 26日又一消息引爆引球 一位邹世民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图 报出邹世民经理公司胜利世家 为前安排的2016年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拳王争霸赛合约结评 简中显示 拳王邹世民比赛出场费 总金额仅5500美元 结评的评论中 胜利世家压榨邹世民的行为受到谴责 在那场拳王激战中 双方出拳次数至少都在600次以上 换看一下整场比赛打下来 邹世民无论是打一拳还是矮一拳都不足10美元 想想多嘴的眼眶疼 网上爆出的这份合约是 邹世民2016年11月5日 在拉斯韦加斯斩获WTO112号 世界拳王金腰带的出场费 当时美国ESPN和CCTV都在转播中 爆出邹世民出场费仅为5000美元 最后舆论一片哗然 最后邹世民经理公司胜利世家总裁李胜向媒体发声 公开否认了邹世民出场费仅有5000美元 听5000美元是个笑话 表示邹世民的出场费超过6位数 如今网上爆出的合约集评 证实的CCTV和美国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